如果你背书慢到离谱 背了又忘 乱了又背 花了大把时间 什么都没背回 那你一定是背书方法出了问题 大家分享一些 具好用的记忆小秘诀 让你的记忆力直接后患 背书轻松又高效 一 记住这些黄金记忆时间 在这四个时间段里 大脑的学习 背书效率是最高的 可以去背那些 很难记住的大块知识 第一个时间段 就是早起之后的一个小时 第二个是午饭前的两个小时 第三个是晚饭之前的两个小时 第四个是晚上睡前的两个小时 二 睡前背书法 第一步在睡前 把你今天背过的内容都回忆一遍 可以结合我在上一期提到的 关键词回忆法 就是在背的时候 把关键词写到一张纸上 回忆的时候 直接看着这张纸一一回忆 第二步 回忆完之后立即睡觉 停止摄入任何其他的信息 在你睡着的过程中 大脑就会自动的重新组织这些信息 第三步 早起之后 立即回顾你昨晚背下来的知识 你会神奇的发现 这些知识已经可以很轻松的背会了 三 失去记忆法 我们在饥饿的时候 记忆力会变强 所以尽量在饭前背书 饭后休息 同时一边走动一边背东西 会更容易记住 或者说坐在公交车上 只要你是在晃动的就行 另外 在温度略低的环境中 你觉得略微寒冷的时候 背书效率会更高 四 四维导图记忆法 比如说你要背一本书 那就先翻开它的目录 千招框架 再填细节 把每个标题 小标题 按照层级变成四维导图 然后去一一细化 把每一部分内容 做完你就背得差不多了 以后复习也很方便 同样的背一篇课文 背一小段话 都可以用思维导图去分解 五 检索是学习法 在背完书之后 如果用重复去看读的方式 复习效率是很低的 相反我们要主动回忆 主动检索知识 复习的时候 只先拿出一张纸 回忆你都背了什么 一一例举出来 回想到越艰难 记忆效果就越好 六 所以是回忆法 我们在背书的时候 不单单是有眼前的文字 我们身处的地方 我们的情绪 视觉上的颜色 图像 文字在书上的位置 甚至是触觉 味觉 都可以成为 我们在未来 回想这个知识的一个所以 所以越多 就越容易想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 去背同一个知识点 背书的时候 尽量用上多个感官 比如录音背书法 七 间隔重复法 采用合理的间隔 分散式的背书 比集中大量重复 要高效得多 比如今天背一遍 隔两天复习一遍 这样复习三次次 就记得差不多了 而一次性的背书是来变 两天后 该忘还是会忘